還有環保局長請上來一下 那個影片放一下 市長 那個要跟你說一下事情 這張圖是內湖內溝裡的里長王曉峰 他交給我的 他說內湖的清潔隊員特別的辛苦 那麼內湖有五個區隊 一個是科技園區 科技園區沒有人那個就不要算了 溫德爾分隊每一個職工 就是清潔隊員要服務912人 內湖裡每一個清潔隊員要服務1022人 整個內湖區平均起來 一個清潔隊員要服務1017人 來我們看下一頁 好我們來看一看 萬華分隊呢 一個清潔隊員服務405人 大同服務434人 更誇張的是中正區 一個清潔隊員只服務369人 內湖區一個清潔隊員服務1017人 那一天我問過環保局 我說里長講的這個正不正確 結果環保局給我答覆說啊 萬華區大同區啊他們比較會得垃圾 所以我們人要多一點 侮辱的救測區這第一點 第二點 中正區為什麼只有一個人服務369人呢 那邊實際上抗爭 欺騙小偉 抗爭一年365天只有一天 幾乎364天都在睡覺 所以其實最主要原因 起床就是哪下一個原因 不知道 編制沒有改 還在民國五十七年 內湖的人一直上升 所以 我問你什麼事情 什麼時候可以把清潔隊員 大概內湖要多少還給我們 什麼時候可以把它做一個真正的 有人口當然可能會有道路 有水溝面積 但是最主要是一個人口為定 現在人口呢 我們一個人服務一千人 其他區大概最多到五百 這是不對的 你多久可以把它改過來 是不是議員 我們在107到109 事實上我們有補內湖 有一些的隊員 還是補夠夠我知道 對那我知道 所以是不是麻煩 依座給我們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針對就是說 這些不管是道路面積 還有人口數 還有一些溝渠長度 還有就是這些重要場合來處理 我跟妳講 原則上還是以人為主 道路水溝只是一個差 如果平均是五百 最多是六百四百 不會差到一千 教長 要不然請長 拜託 兩個月來頂好 把它弄好好不好 好 謝謝 好下一張局長請回 口罩之亂 紓困之苦 振興卷之亂 你看這三個人有沒有笑咪咪 亂苦亂都是誰造成的 是不是這三個人造成的 其中 他們有幕僚 不是他們 你不好意思說 好 我說給你聽 來我們來看第一張 1月21號台灣第一個境外一路確診 1月23號武漢封城 1月28號台灣第一例境內感染 4月8號武漢解封 沒錯齁 這日子都沒錯吧 嗯 對 對好 那麼1月31號 也就是台灣已經有境內感染了 我們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也就是我們的衛福部 說學生不要戴口罩 公車不要戴口罩 通通不要戴口罩 那時候敵情不明應該應該要戴 那時候不是敵情不明 敵情以明已經來了 那時候是正要發展的 那開始的時候 就像日本跟韓國嘛 對不對 很可怕對不對 所以 1月31號他這樣講 2月1號有一個人叫柯文哲 那個叫崔少哲 對不對 他說 他說 關注期應該採最高標準 量體溫戴口罩 酒精消毒對不對 對 我那時候說 如果你看我戴就要戴 我那時候覺得有點危險 對 這個叫超前部署對不對 適當部署 對 如果 如果 那大家都不戴的話 那今天的狀況會不會很慘 對齁 好 我們來看 其實當時晚軍也修理你 那個 衛服部也修理你 甚至到2月7號的時候 那 陳時中又講了 大眾 搭捷運工具 那個 搭 搭捷運工具 免戴口罩 免戴口罩 怎麼會說的 你給我找 台北去到高雄 我看整疊的高鐵車廂 只有一個沒戴口罩 通通戴 這是什麼 全民 全民 聽從柯文哲 全民都逆時中 對不對 沒錯 火災火災 所以就是因為 我們全民都逆時中 全民都戴口罩 所以奠定良好的基礎 所以到現在為止 確診數才會那麼少 對不對 其實你的看法如何 沒有啦 這個 沒有我是專業人士 不是啦 我是專業人士 那個危險不危險 我自己知道 對啊 2月的時候 2月就應該戴口罩了吧 對 那時候不清楚要先戴 哪有不清楚 來我來講給你聽 那個 嘉義耶 我們台北市的流感 學校這個通報的案子 流感 是不是病毒感染 是 是不是非莫傳染 是 新冠狀病毒 是不是 這個 病毒的感染 沒錯吧 對 他是不是非莫傳染 是 所以咳嗽噴嚏都會嘛 兩個很類似對不對 對 好我們來看 108年109年的1月到5月 去年的1月到5月呢 1月的時候有 3322個通報數 今年的1月 有4187個 是不是油管往上升了 對不對 今年比去年嚴重 對不對 對 沒錯啦 好我們看2月 自從你呼應大家戴口罩 大家 逆時鐘以後 從1890個降到今年 2月的142位 對不對 對 這次交易局給我的絕對不會錯 有錯你負責 我們看3月 這個去年是兩邊 176 今年只有381 有沒有降的很低 對 降很低 好4月1783降到187 5月2560個只降到剩下27個 27位 你就知道 戴口罩有沒有用 戴口罩 對流感有沒有用 從這個證明 有 同理可證 對於新冠病毒有沒有用 有用 有用 所以那個慢時鐘 可貝喔 還有 我們再看一個 這個 都柏林 這個醫院 他在推特上說 如果 確診的 跟 一般的民眾 兩個都戴口罩的話 穿染率是什麼 只有15% 我相信從前面那個 流感就可以證實說 這個答案應該是對的 不是150 最多1.5 最多也是7.8%而已 對不對 所以戴口罩 我相信 對於 這個是 對於這個這個新冠狀病毒 應該絕對有效吧 好 我們來看 你不好意思講沒關係 我們來看 4月1號 那麼 到4月1號的時候 我們這個慢時鐘啊 假期沒了 才跟我們講說啊 建議搭乘捷運要戴口罩 是對 如果我們沒有逆時鐘在 2月就戴口罩 到4月才戴 你看有殘染七七 七七殘染 跟日本 跟美國一樣 會不會 有可能社區會突破 對啊 邊境管制還沒做 有可能會被突破 對啊 還好 大家都逆時鐘 我每天看有兩點在 那個面對新聞在講話 覺得好噁心喔 好像他很厲害 其實是因為我們 全民的逆時鐘 柯文哲市長 您的逆時鐘 當時還被修理 對不對 好 我們來放一段廣告 這2月6號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幼稚醫師陳慕榮 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 讓大家都很緊張 很多朋友擔心 雖然自己身體健康 但是如果大家都不戴口罩 我會不會被傳染 請大家不用擔心 台灣目前沒有社區感染的情形 所以我們一再強調 健康民眾以及在戶外活動的時候 不戴口罩感染的風險很低 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如果你有慢性病 免疫力不好 或者你有發燒、咳嗽、流鼻涕等 呼吸道的症狀 一定要有公德心 記得戴口罩 才可以保護自己和別人 健康的人不戴口罩 我是幼稚醫師陳慕榮 大家每天生活 都有可能會坐計程車 搭公車搭捷運 這些大眾運輸工具 而且最近外送食物到家很流行 現在有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 那我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 到底要不要戴口罩呢 答案是不需要的 好 起床 第二段被賣慘了 最後撤下來了 所以呢 這個廣告 我吃到這麼多了 不看廣告是鋪天蓋地造神 造了一個陳時鐘 造了一個慢時鐘 賣了兩個月 然後我再問 這個沒有圖利嗎 他是幼稚醫生 他開醫院每天在廣告 但是我是不認為 他當醫生是不夠格的 如果以醫生的立場 2月6號就應該叫人家戴口罩了 怎麼叫人家把口罩拿下來 還說沒有社區感染 不要戴口罩 這是很夭壽的 如果他知道疫情會嚴重 講這種話是非常可惡 如果真的不知 可能要做什麼醫生 好我們再講回來 如果他是個演員 他很像演員 看起來好像是人 但是如果是演員 也要有良心 也要有良知 知道說現在一定要戴口罩 不戴口罩 台灣也有很大的麻煩 竟然敢這樣叫我們不要戴口罩 市長你有空嗎 做醫生都不夠格 看起來人無人一樣 台灣人那邊都有害死 市長我說我有道理嗎 你若不好意思 你不用說沒關係 我繼續講下去 我繼續講下去 不然你繼續講好了 口有惡心 老實說 要良知 連個良知都沒有 叫人家不要戴口罩 那不要戴口罩 二月開始的時候 那台灣人那邊齊齊齊齊齊 到四月十號來放下一段 大家好 我是小兒科醫師陳慕容 全球武漢肺炎疫情快速變化 相關防護措施也要配合升級 出入人多的公共場所 要遵守政府 防疫社交距離注意事項 才能妥善防疫 讓你我都安心 提醒您搭乘所有大眾運輸工具時 務必做到以下事項 一 全程佩戴口罩 若無法維持社交距離 請全程佩戴口罩 感謝您的配合 那免簽呢 四月吹十才叫我們戴口罩 那實在是莫名其妙 二月就應該戴得到四月才戴 這敢有像異性是嗎 廣告做得那麼大 請你不要再說一下你的感想 你也要異性啊 這個像不像醫生 這個涉及專業 專業就是你的專業 你越來越拖 你是醫生 我現在跟你講很久的 真的不好 為了賺點錢或是打知名度 違背良心 人模人樣 可憐BI BI 來看下一頁 來你看一下 1月31號 全國徵收口罩 對不對 這是2月1號 這個500多人想買口罩排到馬路上 這家廠商很有良心 一盒50片賣150塊 一片賣3塊錢 其實這有良心嗎 有 有齁 但是 我們要不徵收 又去抓他說你不可以賣 這政府恐慌 2月1號啊 不徵收啊 如果市長 今天是你柯市長做部長 如果要徵收 是不是台灣合法的工廠 要一併統統徵收 一次徵收對不對 對 好 你看這個理理辣的爛石中 爛到什麼程度 2月13號 那個 還有吳石家口罩 工廠沒有徵收 丟臉啦 丟臉啦 陳時中丟臉啦 還當部長 每天去那邊 兩點都要開機這回 下去會不會講 不要臉 這樣你看到的事情 情修就要做一個情修 就連這個都不懂 還有資格當部長嗎 酷臉 鼻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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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子的中國政府 其實我也去到 要徵收 要一起徵收 你不徵收 叫人家不要賣 酷 臉 來我們來看一下更惡質的 陳時中實在是克服自己 每天還有臉在外面跑 來 下一頁 這個中山大學 賴泉玉教授 他說啊 通過測試檢測啊 可以用電鍋幹證法 這是在2月10號 2月10號的時候啊 是不是我們口罩最缺乏的時候 其中是不是 對 好 2月10號在我們口罩最缺乏的時候 我們 他跟我講 我每天每個禮拜給你兩片 其實有沒有給我們 沒有嘛 那個騙子政府 哪有給我們呢 要我們去排隊 一個藥局只有一百個人 你怎麼排得到呢 然後後來還發明什麼2.0 3.0 通通是騙的 我們貿易有關稅障礙 這個呢 就叫你買不到 然後什麼 你網購 然後下個禮拜去拿 你老實講嘛 我 口罩不夠 就老實講嘛 一個不老實的中央政府 可惡到什麼程度 害我們每天早上 口罩戴了 哎 咦 我們哪說過哪裏 細菌之深 一直按災機動得暗 沒錯吧 今天戴完 明天戴 明天戴完 後天戴 有戴三天有戴一個禮拜 沒錯吧 因為口罩不夠 不可以干針嘛 因為 這個教授講可以干針 馬上被食藥署打了一個巴掌說 恐破壞結構影響防腐 沒錯吧 嗯 對齁 這是2月10號 我們來看一看4月6號 兩個月以後的慢失蹤 他說啊 這個4月5號的記者會 表示啊 口罩可以利用電鍋 消毒重複使用 也可以達到防護的效果 這是有夠夭壽 有夠夭壽 看那個樣子 像人嗎 2月的時候我們沒有口罩 你叫我們一直戴著那個臭口罩 然後戴著一個禮拜 4月的時候 口罩夠了 跟我們講說可以干針 那可以干針 是不是在2月的時候 就要跟我們講可以干針 請問是不是這樣 我告訴你 用電鍋 用電鍋針口罩 我覺得很奇怪 他現在奇怪 為什麼現在講可以呢 我跟你說 如果可以 我們台灣的科技這麼發達 測試要超過一天賣 還是要兩個月 如果測試說 可以不可以用 要兩個月的話 那台灣 烏魯的台灣的科技業 烏魯的誰 烏魯的台灣口罩製造業 你知道嗎 這想哭 想挖一個在哪裡 你知道嗎 後來有口罩業者跟我講 他說 為什麼忽然講可以干針 你知道嗎 他們想送給國外的友邦 其實我這個我不反對 但是你不能用欺騙的手段 前面講不可以 後面講可以 我口罩不夠跟我講 不可以干針 口罩跟我講可以干針 夭壽 慢了兩個月慢十鐘 一張是不是一萬兩五個 這個叫什麼你知道 叫植物代墮 惡子啦 來我們來看看 還有一個更二職的 來你看一下 二月三號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他說啊 這個醫生啊 每人每日一萬元 護士每人每天五千塊 被增掉的防疫人員 要簽保密條款 好 那我想二月三號的時候 我們SARS的感覺 對於新冠病毒 我們也非常的怕 醫生 護士 當你接觸到病患的時候 確診病患的時候 回家 他要面對自己 回家要面對老婆 先生 面對爸爸媽媽 面對小孩 給人家一萬鋪圍過吧 其中沒錯吧 對 而且他自己講的喔 君子一言啊 四馬難追對不對 啊我不曉得每天下午兩點 在開會這群小人 小人 君子一言四馬難追嘛 齁 在三月十九號的時候 那麼他講 醫師每日新台幣一萬元 也就是把每人每日拿掉了 變成如果有三個人值班 一個人只有三千 欸 這我們事情做得出來 美加翠山的新聞跟說 一天一萬一人 那個三月十九 疫情比較沒關係啦 啊 剩一個三千 市長有道理嗎 不好意思說沒關係啦 最後有一個立委已經質詢了啦 該給的都給了啦 只是說 怎麼可以做這款事情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頁 那麼 這個有關啊 電子圍裡啊 電子圍裡是一塌糊塗 其中一塌糊塗 那個台北市的電子圍裡啊 二三四總共出錯了五千 總共有五千多次想起來 真正的抓到幾個你知道嗎 其中 真正的抓到六十六個啦 每天在那邊講 我罰你二十萬三十萬五十萬一百萬 但是真正的抓錯的有多少個嗎 有三千兩百四十四 晚上一點 咚咚警察來 李幹事來 那個人在睡覺被交起來 啊對不起 我們電子圍裡跑掉啦 嘻嘻嘻 警察要跟他道歉耶 那個人更可憐啦 整個社區的人 不曉得他在幹什麼 幹什麼壞事警察都來了 你看這三千多月有可能嗎 中央有沒有道歉過 沒有吧 警察人員那天我講過 拜託 警察局長好好去安慰一下 另外這三千多個受害者 其中拜託 有空派個人 或是請個誰 跟他打個電話的時候 拍死了 這中央有錯 不是我的錯好不好 另外你看 我們來看 亂到什麼程度 我們來看 1968APP 失真 全國都失真 哩哩哩哩哩哩 每天兩點開記者會 真的是阿浩 海南市長是他們自己的人 他說 我們沒營業的夜市 晚上 還有人潮略多 新竹市 東武園 晚上也有人 阿飄阿阿飄阿 他這個真的做得很好 連阿飄都算在裡面 有夠落口 市長你要聽到 這樣有落差嗎 市長難怪說 我議員說沒關係 來放下一頁 好我們再來看 紓困之亂 紓困之苦 亂是誰造成的 就這十三個人 苦是誰 窮人苦 基層的公務人員苦 誰的笑眉眉 噁心啊 來看下一頁 其實齁 全世界都知道 紓困應該怎樣 化繁為簡 其中一頂 你看美國 都不對吧 你看美國齁 連收入低於七萬五的 直接就給一千二 點到一個屌子 日本直接發放十萬 韓國排名全國百分之七十一下 他的家庭 百分之三十 他不給 電腦一叫就出來 沒錯嘛 很簡單 新加坡 香港澳門 也都是一樣 非常簡單 只有一個國家叫台灣 只有一個院長叫 蘇院長 蘇貞昌 他用各種的方法 來修理他的老百姓 修理他的官員 來我講給你聽 第一個 我們發給農民 是不是每個人一萬塊 好 原則是什麼 就是一百零九年 就再保了嘛 第二點 個人綜合所得稅 沒有到達五十萬 沒錯吧 好 直接就發給一萬 就直接給了 好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的漁民 漁民是下一等 漁民呢 條件差不多 你來申請我再給 時間佔領一下 民政局長 我講的對吧 是 沒錯齁 來我們再看一看 這個勞工紓困三萬元 這是誰 這是針對職業工會 其實這些人呢 原則上其中 這是靠錢的 他有錢 所以去保險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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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工會 那麼他的條件呢 就是 投資金 投保金資在兩萬四千元以下 或是綜合所得稅 未達科稅標準 這個辦法 跟前面那兩個辦法 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對 我覺得很奇怪 農民 農民 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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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在職業工會保的又不一樣 那為什麼農民 漁民只給一萬 這個有錢去投保的人給三萬的 公不公平 其中 不公平 當然是不公平啊 條件也不一樣 很奇怪 沒有全國一致 哩哩哩哩哩 我們再看一看 最後面這一個 是最可惡的 印度啊 人分菠蘿門 菠蘿門 一點一點 等到下面那個師父叫賤民 這等級 就是原有工作 吳家寶 就是人家講 舉牌子的 賣這個玉蘭花的 就是在蘇貞昌 以及陳時中心中的賤民 賤民 最下等的賤民 你知道他怎麼處理這些賤民嗎 第一點 他如果想要拿到錢 就要造假 說我有在工作 啊其實真的有那麼多賣檳榔 有 不是 賣玉蘭花 跟那個 騎牌有那麼多 局長有那麼多嗎 沒有 沒有齁 所以你們核准的時候都是有問題的 我跟你講齁 來 我們來看這一 這一頁 他說原有工作啊 因疫情 無法工作 因為 他都落投保 你知道 他有沒有工作 知不知道 不知道啊 他真的 原來有沒有工作 騎牌有騎牌 你知道嗎 所以 要他造假 你們就造準 對不對 對不對 蘇貞昌說 他負責 鬼子 我們再看下一頁 造假到什麼程度 每戶每月平均收入多少元 自己寫對不對 你有沒有辦法審核 沒辦法 叫老百姓造假 然後叫公務人員 軟鑽 我不知道心態裡頭 我們再來看 他這個公司 這公司是很荒唐的 他說 中括號 然後呢 再一個小括號 你有沒有看我 我沒有去申請 所以我沒有看 對啊 你申請還得了 一六 你看看那個主 若 西大於彼此 則存款 免計額度 若B級西 皆以零計算 若 顧 B級西皆以零計算 若西小於彼此 即以實際計算 一六 亞白啊 賣玉蘭花 楊勝小 你這麼高齊勒 他心目中的賤名 不會算出他很生機 所以叫他念書呢 有沒有道理 好 我再來問一下 請問你再看 枝卡在錶 欸欸 下一張 下一張 那個錶怎麼不見了 喔對 那個錶 A下面一個圓 其中的什麼意思 B下面一個圓是什麼意思 圓就是圓啊這樣 圓就是圓喔 你給我騙你看看我 我告訴你 這就是博士這位寫的 你看看沒有 其實齁 A的圓 A寫在上面 其實下面的答案就是A的那個數字 我打到大學 我打到大學 打到研究說 不可能報廟這樣做 這只有博士才做得出來 然後我們再來看齁 他說啊 這個到這裡都提到什麼東西 提到存款 前面三種有沒有提到存款 對於農民 漁民 以及 我們有提到存款沒有 其中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齁 所以呢 依照這個公司來算 如果這個人的存款超過 18萬4千010塊的話 就申請不到了 對不對 民政局長 沒辦法 沒辦法 所得是零 如果他的存款超過18萬 一毛錢都領不到 對不對 民政局長 是 是齁 其中 這麼多老人 18萬20萬是什麼 是棺材本你知道嗎 沒辦法 那個錢是我死的時候 我來買棺材 上帳都用 不想想 認定我的孩子 結果他叫我們說 你把18萬花 把他花掉 我就給你錢 好 那你為什麼對農民 對漁民 都沒有這個規定呢 這有惡事嗎 市長 對於他心目中的賤民 這個就是他心目中的賤民 竟然不可以存18萬 18萬0 18萬4百 18萬4千元 如果有 我就不給你 農民漁民都可以 有看好嗎 欸 蘇貞昌你給他一個月領多少錢 陳時松這個漫師松 一個月領多少錢 竟然不准 心目中的賤民 有存款 18萬 市長 我只拜了一件事 你去跟陳 那個蘇貞昌講 你去跟陳時松講 不能這樣夭壽啦 沒有人 你叫他不准存款 那打筆要怎樣 為什麼獨獨對 這些賤民 他們心目中的賤民這麼可惡呢 叫他把這個拿掉好不好 你就跟他們反應一下 把這個存款拿掉 對 我們反應一下 反應好不好 市長 拜託你把那個蘇貞昌 你如果沒人說 因為年紀七十歲 以上都可以亂說我的 反彈啦 我明年也可以啦 市長 我明年我來講一下 你都要說yes喔 因為我明年七十歲 我就老反彈了 怎麼可以去捏太窮人呢 市長你把蘇貞昌反應一下好不好 因為沒有人敢跟他講 那不然你就跟他女兒講 修理窮人 克服自己 然後呢 在下一個說 所有的文件都是本人據實填寫 提供如有不實自怨赴法律責任 趕快啦 這麼久人就要聽說 你如果有問我 給你告 夭壽 然後呢 讓我們這些承辦人 承辦人有可憐嗎 這承辦人真的很可憐耶 承辦人真的 他行政院講的 將來 將來你知道還有一個叫 監察院的主計處對不對 審計部對不對 審計部 好 那審計部問你的承辦說 啊你明明知道 那個賣冰榔的 跟 那個假拍有那麼多人嗎 你還敢准 那監察院 我在監察院 可以也整過你嘛 監察院如果整到最基層的怎麼辦呢 行政院長講的算不算 當然不算 放屁 我講的對不對 我負責 等到他負責過三年他已經死了 那個被告的是我們的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承辦人員耶 不好意思 說這句 說兩句 對不起對不起 我講錯了 不要這樣子害公務人員 來我們再看下一頁 簽了解決書就可以 那我們來幫你查 所以我們快速收件 由中央來審核 基層免責 所以這一切 是中央決定的政策 所以基層不用負任 任何責任 這次大家講說 困困 聽聽聽聽聽 市長 七十月以上就是這樣說話 新北市不是照到話嗎 基層收件 他還退掉三層送給中央 中央很生氣把他退回來嘛對不對 那如果照 蘇貞這樣講的 中央要不要審核 我不曉得啊 老實說 陳時中更不像樣 他說我們好累喔 我們加了兩天半 禮拜六禮拜都加 禮拜六禮拜天都加班 對不對 藍局長 沒錯吧 是 你的區公所加班多久 加班時數相當多 禮拜六禮拜天有沒有加班 要 因為要盡數的發給這個 需要的這個市民 只有他們中央單位的 承辦人員是人嗎 那你的承辦人員是不是人啊 是吧 是 兩天半哀哀叫 我們地方加班加到已經要發瘋了 所以我說 實在是有夠看好有夠惡心 只有中央少爺奶奶是人 我們地方一張 你聽來我知道嗎 我說這樣有力嗎 他兩個天半就 枯田搶地啊 我們已經做多久了呢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種 就是他的紓困之亂 他的辦法亂中 修理窮人 然後叫他寫切結 然後叫我們承辦人 登載不死 那個 教長 如果我們照寫是不是登載不死 會啊 所以我們都很 我們是很照依法延審 幫助市民審 對啊 當然要延審 不延審將來有一天 齊長 你不能叫他們說 隨便準準喔 那真的要延審喔 不然有一天監察院來的時候 那你的承辦會很慘喔 齊長是不是這樣呢 不過不過好像也沒辦法 沒辦法 沒辦法 其實也沒辦法審 對 沒辦法審嘛 因為那個辦法是有問題的 你怎麼有辦法審呢 好嘛 那你如果 百分之 來生的百分之八十準的 都是賣檳榔跟 那個 那個那個舉牌子 那你將來怎麼辦嗎 我覺得我退我們這些公務人員擔憂 好我們看下一段 這次大家講說 紓困之亂齁 我們是不是試著改一個比較貼切的名詞 我覺得應該講是一個紓困之苦 我想要領的也很苦 那承辦的人也很苦 那我們也很苦 我們次長昨天就被人家一直罵 所以我們要改成叫做紓困之苦 大家比較會體驗 體驗到這事情的艱苦 老婆的都拿走牌 都拿走牌 女兒都拿走牌 女兒都買玉蘭花 那怎麼可能有這麼多人在舉牌 跟這麼多人在賣玉蘭花 其實並不見得說是一定要騙 這樣我們大概就會 做一個比較簡單的公式 寧願 挫發了一些人 那也不要漏掉一個人 需要領的人 絕對不會領不到 市長 這個亂是誰造成的 是不是他 城市亂定嘛 像美國 像日本 化環為檢 我們是化檢為環 才有這個亂對不對 苦是不是他造成的 市長 你怕你都很不勇敢 很不勇氣 這政策不是陳時中定的 那是蘇貞昌喔 他的幕僚啊 蘇貞昌都沒有問題 提騙賈灰 他說 你只要這個地方受券送上來 我們就合 結果一下就丟回來 沒膽 然後我們來說 市長昨天就被罵 被罵是不是活該 是他搞的對不對 好他不只搞死之舉 他搞死了誰 搞死了領錢的人 一定要不要說騙 當然要騙 不騙哪有錢可以領呢 那 陳半年苦不苦 明明知道你騙我 你騙我 但是呢 我要照簽 不給中央再罵 給了我將來 日子怎麼過呢 日子怎麼過呢 然後呢 這個 說為什麼大家都覺得 男的舉牌子 女的賣一蘭花 這個也都在騙嘛 市長這是不是都去騙 那你要老百姓騙 然後要公務人員准 比愛啊 這種人還在每天到處逛 我再講一個 他說寧可錯發也不要漏掉 市長錯發的結果會怎樣 追究行責吧 要賠吧 公委 給六十共都不用負責任 好像也沒有法則 沒有法則 沒有法則 沒有 不是 將來如果 經財運追過來的話 那不是沒有事耶 很難講耶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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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是還盡力審 所以我們來申請的 不合格的還有二十一趴 我們是盡力的 但是 那合格的裡面你準的 還有七十九趴 那對你 對陳辦人講蠻危險的 因為都是造假的 他使工人員登載不實 你們照樣準他 我們再看 其實不只這些 最近不是有一個振興方案嗎 你最親密的 戰友 你最好的朋友 叫王世堅對不對 市長 他罵他們什麼你知道嗎 為了三千塊弄了天下大亂 叫什麼 叫沒出息啊 我今天是講一講我心裡的感受 我知道你跟我大概感受一樣 這中央實在是無法無法無法 海溪人海溪城辦 海溪在他們心目中的賤民 所以拜託吉祐 你好好去救我們的賤民 去跟陳時中 去跟這個蘇貞昌講好不好 不要再審了 直接發了 不要把那個 把那個十八萬把它刪掉 好不好 去跟中央講一下好不好 市長 我拜託你 他們是 欸 怎麼可以認 他們可以不用 不可以有存款 其他人可以有存款呢 好不好 市長在拜託你 跟中央講一下好不好 好 時間到 謝謝